台電聚光發電廠從日據時代至今已經有80餘年 也是水里巷的特色文化之一 而為了宣導節能減碳的觀念 日前於場區內舉辦學生比賽 不但邀請水里巷內的小區來參加 藉此也讓學生認識場內的風景 我們只要是讓地區的這個子弟 能夠了解我們台電的環境 辦理這個節能減碳的宣導 主要是邀請水里地區的所有的國中國小 都來參加我們這次的活動 一共差不多200人 我們主要是畫我們這個 大家後面看就是這些後面的 我們電廠的背景 就是我們台電宣傳的時候 我們台電有這麼好的環境 我們的台電這個任務是在發電 新議員陳淑慧肯定主辦單位的用心 以期盼藉此能夠讓在地學子了解在地的文化 今天最主要聚工電廠在他場區裡面 來舉辦水里區的國小學生參加 學生比賽 那這個學生比賽的繪畫 的主題是以電廠 這一些風景綠美化 作為一個學生的一個主題 最重要的就是要讓這些小朋友 認識家鄉 希望說這場學生的比賽之後 能夠建立來參加的小朋友 對於家鄉更深一層的一個認識 透過學生一筆一畫的畫出 他們所看見的風景 不但讓學生有學習的機會 對於學生來說 認識在地文化更是教育的一環 陳議員感謝主辦單位的用心 也希望藉此能夠讓在地學子 認識在地的文化 記者邱平毅學理採訪報導 短拍攝